你好 谢谢你经常收看东东视频 耳鸣 说有两儿中药 可以帮你霸掉冰根 特别简单 耳鸣这件事 困扰许多中年人 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 这个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调养 80%的人都有耳鸣 耳鸣6月以上 反而就要重视调理 轻治疗了 对于80%的人而言 他们都出现了耳鸣 但是没有其他耳部疾病 也不影响生活 工作 休息 大家可以不必在意 但是如果耳鸣不断加重 影响到睡眠 工作 休息 生活 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但是 这人 通畅值占20% 如果经过检查 没有明显的气质性病变 比方说 听神经流 颅内血管流等 或者经过长期用药 没有明显效果 则可以考虑 用一些传统中药 来改善症状 值得注意是 六月以上的耳鸣 反而是主张自己适应 调理 而不是治疗了 湖南省啊 人民医院 二比喉头 井外科主任 主因医师 教授 萧许平 说 三个月内的耳鸣 急性耳鸣患者 临床多是用一些 阔血管 及营养神经的药物 必要是可配合 高压氧治疗 三到六月内 治疗效果也相对较好 治疗通常是口服药 六月以上 称为慢性而明 大多无需处理 治疗效果也比较差 以适应为主了 那么耳鸣 中医是怎么因为呢 耳鸣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怎么形成的呢 中医讲 耳鸣是因为肾体亏虚造成的 中医因为 肝肾亏虚是导致耳鸣的主要原因 这里的肝肾亏虚 主要指 阴虚和精血虚损 这一现象 在四十岁左右的状年人身上 十分常见 而且男性多于女性 肝肾亏虚除了会导致耳鸣症状之外呢 还可以有发其他症状 比如 睡眠质量差 头云眼花 心烦易怒 头发早白 等等现象 四个岁以上 实现这些问题的人 都可以考虑 从滋补肝肾的角度 日手调理 今天就和大家重点介绍的吃两味中药 就能够针对这个问题 这两味中药是 桑肾和 何首屋 先说桑肾 桑肾啊 是一种典型的药食同源的食物 临床上 他经常被用于治疗肝神殷虚 精血亏损 他对于人到中年子后出现的 头云目眩 耳鸣心计 泛造市民 有很好的疗效 那么桑肾应该怎么吃呢 平时我们应该怎么用呢 桑肾啊 除了可以单吃之外 还可以去干品 泡水 带茶喝 这是一种吃法 另一种吃法是 也可以将新鲜干肾 桑肾一千克 搅碎取汁 煎熬成膝膏 再加一三百克蜂蜜 搅拌装在罐子里 放冰箱中备用 每天吃一小勺 一招后就可以感觉到有效果 桑肾的第三种吃法 用桑肾五百克 泡在一千毫升的米酒中 两个月的时间之后 七分 每天晚上喝一小杯 也有不错的调离作用 这三种方法啊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方面操作的就可以了 下面再说 何首屋 本草高牧认为啊 他羊血 易干 孤精易肾 见筋骨 不汗 不燥 因此痛痒 适合 甘虚 甘神虚损的人 缓解耳鸣 面色微滑 经常右脑之后 头脑晕胀 等 症状 何首屋的吃法就很简单了 何首屋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将其打粉后 每天用三克用开水冲泡饮用 注意这里的何首屋 指的是直何首屋 不要用僧何首屋 除了下面说的两位中药以外呢 下面还有一个调理的动作 说了一个动作 睡前明天谷 晨起 抠天宗 用这个动作我们也可以调理耳鸣 身体没有失证的耳鸣 最让人上火 除了上面这两位药 您可以选择方便的方式进行调理 之外呢 还可以加上这套理疗动作 有不少朋友每天坚持做明天谷 发尔明就这么治好了 这也是中医自我理疗的一种很有效果 下面我们仔细讲解一下 睡前明天谷 是我过流传一久的一种健康养生方法 他做法呢 就是两手 用两手心 咽耳 然后用两手的手指 中指和无名指 分别轻轻敲击脑后的震骨 发出的声音 语通鸡骨 所以古人称作明天谷 它的功效呢 是致命治疗耳鸣 可以开始的时候做五十次 以后每天坚持 睡前重复做三十六次 可以预防和治疗 晕悬 耳鸣 耳聋 诺耳机病等等 还能帮助睡眠 这次说睡前做的叫明天谷 下面我们再说另一种 晨起寇天宗 也就是寇词 寇词啊 就是空中咬牙 每天早晨上下牙齿 反复相互咬寇三十六次 不仅能强健牙齿 对身体替他器官 也有很好的锻炼 招募抠词三百六 七老八十日 牙不落 说的就是寇天宗 早晨醒来以后啊 先不说话 兵器杂念 闭目 咽后 使上下牙齿 又节奏的互相扣击 吭腔有声 此处不限 可以采用三种方法 轻扣 纵扣 轻纵交替扣 牙齿好的人呢 可以纵扣 牙齿不好的人呢 可以轻扣 也可以轻纵交替扣 这边有一些注意事项 希望大家注意 刚开始锻炼的时候啊 可以轻扣二十次左右 随着锻炼的不断进展 可以逐渐增加 扣瓷的次数和力度 一般以三十六次为最佳 力度可根据牙齿的健康程度 量力而行 四位完成一次扣瓷 中医认为 肾生骨髓 肾气 食 这词更发展 坚持每天扣瓷 还可以促进面部血液循环 增加大脑的血液供应 使皱纹减少 起到延缓酸疗的作用 一般啊 吃下耳鸣都会去医院治疗 如果是气质性病变 治治的好 但被耳鸣多年的 通常都是治疗效果不太好 无法得出具体气质性病因的 这种情况 大多只能靠自己调理了 如果你身边有深受耳鸣困扰的朋友 一定要把这个调理方法告诉他们 给他们带去宁静的生活 香甜的睡眠 他们会谢你一辈子的 的确是这样 朋友们 今天我们介绍了治疗耳鸣的方法 先是说了两种中药 三身和核手物 以及这两种中药的用法 吃法 后面呢 我们又介绍了一个理疗动作 名字叫 睡前明天谷 晨起扣天钟 你一定要把这个方法调理方法 告诉用耳鸣的朋友 他们会感谢你的 好 我们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